第三个问题 差额纳税的处理是否正确 为什么会出现差额纳税 差额纳税这个词 可真的是应改增之后 才出现了差额纳税这个词的 应改增之前是没这个词的 那什么叫做差额纳税啊 就是从你的寄税销售额中 抠出去一块 少算销售额 你少算销售额的话 你的销项税额 就会减少 那这是差额纳税 那么紧接着下面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会有差额纳税呢 差额纳税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在全面 应改增以后 有些项目无法取得 扣税凭证 无法抵进项 举个例子 你房地产开发企业 最大的一块支出 从政府手里边拿地 而政府不是增税一般纳税 他给你开不了增值税的呢 专用发票 那你抵不了进项 而抵不了进项 你要交增税就多 你看他无法抵进项 一个 第二个 也有可能是什么呢 按规定 无法抵进项 比如说 咱们融资租赁企业 你的最大的一笔业务 是给人提供融资租赁服务 但你钱从哪来 我可能从银行借入 我从银行借钱 我有贷款利息 我给你付贷款利息的时候 银行给不给我开 这个增税软件发票 那么你说 哎老师可以开呀 OK 即使可以开 但咱们在增税中明确规定 贷款服务不能抵进项 那我不能抵进项 我一个融资租赁企业 我的最大的一块成本 就是我支付的借款利息 你不让我抵进项 那么我收的这个后边的呢 这个款项 那么你让我全额交增税的话 我的税收负担太重了 那这什么 按规定无法抵进项 还有有可能什么呢 这个比如上旅游企业 为旅游者支付的费用 有的是根本抵不了进项 你比如说 你给他买的飞机票 那么抵不了进项 你说老师 现在旅客运费能抵进项 那么那个可以抵进项旅客运费 只限于本单位的呢 这个顾员 或者是呢 接受老师派遣人员 你给呢 别的单位的人买的这种 旅客运费的机票 是不能抵进项的 哎 我可能抵不了进项 也有可能能抵 但我太难拿到 这个扣税凭证了 比如说我一个旅游企业 把呢 这个 我的旅游者 安排在农家院里住宿了 农家院里边 或者他不给我开专片 或者给我开3%的专片 那我能抵的进项税额 也比较小 我能抵的税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或者是不能抵进项 或者无法抵进项 那么或者是能抵 但是很难取得扣税凭证 等等等等 这些都会导致 我的进项税额减少 我进项税额减少的话 我的这个增值税的税负 就怎么办 上升 而上升的话 我就会不支持 你的营业税改增值税 所以为了呢 让大家支持 我怎么办 那么你抵不了进项 我让你插额计税 我让你减少肖项税额 进而减少应纳增值税 那这一次呢 插额计税 那么插额计税 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那么它直接减少了纳增的 销项税额 你如果是个一般计税方法 我减少你销售额 我减少销项税额 如果你是个减计税方法的话 减少你的销售额 就减少你的营纳税额 所以我也能达到 降低纳税税收负担的呢 这么一个目的 好了 那下边 咱们 插额计税 与 进项税额抵扣的关系 来看一看 第一个 效果是相同的 哪相同 效果都是呢 这个能最终呢 降低纳税的税负 但是呢 不同之处在哪 不同之处 第一个 它账务处理不同 那么账怎么处理就不同了 第二个 它的申报表填写不同 我们来看一看 对于呢 抵进项和长纳税 咱们以一般纳税的 一般计税方法 来做比较的话 来看一看 你要抵进项 咱们应该是 你呢 这个 你要抵进项 你又减少一个纳税额 所以我们的账 你买进一批货 是花了113万 这个价款100万 增税税款13万的话 咱们应该是 借原材料100万 借应交税费 应交登税 进项税额 那么什么 增加进项税额 这是抵扣进项税额 而差额计税 则是什么 而差额计税 则是 那么 我呢 比如 现在 呃 这里边有融资租赁企业 融赁租赁企业 我对外支付的利息 我拿不到 这个抵扣进项税额的原始凭证 或者拿到了 国家说了贷款付不能抵进项 那我现在允许你插击税 允许你插击税的话 咱们的账户处理就是什么 是借你的呢 营业成本 营业费用等等 然后借应交税费 应交登税 消向税额抵减 它减少的是什么 它减少的是消向 你看啊 进项税额抵扣 是增加进项税额 减少应纳税额 而 消向税额抵减 是减少消向税额 那消向税额少了 那应纳赠的税 当然会减少 所以呢 两个的 这个途径不一样 但最终的效果 都是减少应纳税额 那下边你看 这账务处理的不通 第二个不通 申报表的填写不通 申报表的填写 底进项 填的是增值税 及附加税费 纳税申报表的 附列资料二 进项税额明细 而 差额纳税 减少了消向税额 减少了应纳税额的话 填的是增值税 及附加税费 申报表的 这个附列资料三 我们来探一看 你也要注意啊 我前面就跟大家说了 要怎么办 要 那个 把咱们的 这个增值税的呢 这个申报表 下载下来 你看一看 增值税 及附加税费的呢 申报表 那么这个申报表里边 这是一张 纳税申报主表 增值申报主表 下边有什么 有附列资料一 附列资料一 让你写什么 本期销售情况明细 你本期的销售情况 那么有附列资料二 本期的什么 进项税额明细 有附列资料四 他说三呢 一会再说三 附列资料四 税额抵减情况表 加记抵减在这写 还有呢 增税减免税的申报明细表 那紧接着你说 老师为什么这不是五 因为原来呢 表特别多 这个数字排不过来了 然后就把它呢 这个没排数 后来呢 删掉了一张表 它其实变成老五了 但是呢 是身份的没明确 这种情况 那下边 插了纳税写纳税 插了纳税写在 附列资料三 服务无性的产 服务产 扣除项目的系 他呢 税额的扣除 使你 肖项税额减少 好 我们来看一看 来 你底进项税额的话 那么咱们进项税额底后 要填的是 附列资料二 本期进项税额明细 你要填 你的什么 认证相符的呢 这个专片啊 等等进项税额 就是 底进项税额 填这两边 而呢 咱们的插额纳税 填的是附列资料三 服务不动产 无性的产 扣除项目明细 那么 你这扣除项目明细 填完之后 这个什么 哎 允许你本期实际扣除多少 这个销售额扣完之后 咱们到哪去 来告诉我 回到哪 回到这个位置 回到咱们的 这个 本期销售情况明细 你看了吗 我把附列资料三的 扣除项目的金额 写完了之后 它回到了 附列资料一 本期销售明细 会使你的销售额 技术销售额减少 从而使你的销项税额 或应纳增税减少 这是呢 咱们的这个底进项 和 差额 计税 咱们再说 效果相同 最后都是减少 一纳税额 但是账务处理 不同 申报表的填写 不同 这两者的相同 和不同之处 大家呢 要能够准确区分 好了 这个基础知识 我们先介绍这么多 然后我们开始介绍 它的具体的呢 这个底扣的 就是 差额纳税的 有关规定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第一个是金融商品转让 金融商品转让 比如说 买卖股票债券 这都属于呢 金融商品转让 那么它是按照 卖出价 透出买入价后的余额 作为呢 销售额 比如说 你买进来是100万买进来的 120万卖出的 那咱们就用 120万减100万 是寒增税的 除以1.06 再乘于6% 来计算拿税 那么对于呢 减计税的话 则是除以1.03 乘3% 计算拿税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经济代理服务 比如说 我代理报官 代理报官的话 假设我收了你20万 然后呢 我 呃 交给呢 政府机关 比如说海关 一些呢 费用 那么 我应该是用呢 这个取得的全部 加款价费用 扣除 向委托方 收取 并代为支付的 政府性基金 或行政 事业性收费 透过的余额 为销售额 那注意 允许扣的 不是你代为支付的 所有款项 而是 向委托方 收取并代为支付的 政府性基金 或行政 事业性收费 那么 这是呢 咱们允许扣除的范围 大家您可以看一看 我们前边说的 为什么插额积税 插额积税的原因 就在于 我插到的这部分 它是呢 在支付时 很难拿到扣税凭证 或者即使拿到扣税凭证 也不让你抵进一项 所以 我为了避免你税付增加 才让你插额积税 我们来看一看 你金融商品买 买卖 允许扣买入价 为什么呀 因为金融商品转让 是不得开专片 不得开专片 你那买入这块 就抵不了金项 这是呢 一个 所有让你插额纳税 你比如说 像经济代理服务中 你付给政府的呢 这种 就是支付的呢 政府性基金 行政税金收费 他拿到的是财政票据 他不是专票 抵不了金项 这是呢 无法抵金项的 第三个 融资租赁企业 融资租赁企业 它怎么做的 我这是一个融资租赁企业 我从 那么银行啊 等等金融机构 介入资金 我买了各种大型设备 然后呢 再往外租 其实 我赚的是一个什么 我的融资租赁 赚的是利息 那我付的成本 更主要的 也是一个利息 而贷款服务 不能抵金项 贷款服务不能抵金项 我的税收负担就很高 所以呢 咱们国家规定 经 人行 银保监会 或商务批准 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 试点纳选 那么 它分成两类 第一个 融资性售后回租服务 我们前边讲过 融资性售后回租 它是卖之后再租 实质是 那个抵押贷款 那么支付利息 那在这种情况下 它是已收取的 全部加款和 价位费用 不含本金 那就是说 是什么 是利息 一说咱们呢 来解释这事 扣除对外支付的 两息 没两息 两息 借款利息 发行债券利息后的余额 作为销售额 允许扣两息 那我们来看一看 你看啊 比如说 我这是一个A融资租赁公司 我这是一个B电厂 我现在呢 把我的设备 我这设备 这个原值 比如说 可能是好几个亿 现在呢 账面价值是一个亿 但是账面价值一个亿 你能不能卖给人家一个亿 或者换句话来讲 你能不能带回来一个亿 不能 因为银行在带给你钱的时候 它一定是打个折的 比如说 带给你了7000万 那么 这个做是什么 我 卖给你 卖给你之后 7000万卖给你 你给我7000万块钱 我拿这个7000万块钱 我怎么着 我这设备没动地方 我租 那么租期五年 每年租金2000万 那么一共 我给你了一个亿 那我现在的问题是 对于A公司 它的销售额是多少 它的销售额是一个亿 还是7000万 还是3000万 是多少 是3000万 为什么是3000万 你虽然收了一个亿的租金 但实际上 你的本金是7000万 你收的利息 只有多少 只有3000万 所以这是你的全部 价款价款费用 那么它不含本金 这个7000万是个本金 3000万是个利息 那这个利息 是不是你全赚的 不是 你A融资金公司 还要从其他金融机构 介入资金 比如说你介入资金 你的发行债券利息 你的这个借款利息 比如说是2000万 这2000万你抵不了迹象 那我怎么办 就让你用这个3000万的利息收入 减去你的这个两息 借款利息 发行债券利息之后的余额 除以 那么1.06 为什么1.06 融资线稍后回租 按照咱们的金融服务中贷款服务 来拿税 除1.06 乘6% 来计算的销下税额 你看这2000万 我没让你抵金项 但是呢 我让你插了纳税了 它是不是也减少了应纳税额 这是融资性售后回租 允许插掉两息 那么其他融资租赁服务 它是以收取的全部加款 加用费用 后除支付的借款利息 发行债券利息 车辆购置税后的余额 为销售额 那么其他融资租赁 它多了个 它除了两息之外 还加了一个一税 这一税是什么 车辆购置税 大家可能会问我 老师融资先后回租 为什么没有一税 没有车辆购置税 原因特简单 因为呢 如果你 这是A 融资租赁公司 这是B B把车 那么它原来这车 就在B名下 你卖给A A再回租给B的话 这个过程中 它根本就不办 这种呢 车辆的 这个过到A呢 或者即使搬过到A那手续 也什么情况 你A呢 它只是 这个 它这个车 在B这已经交过车辆购税了 车辆购税是一次性课证 它不会再交 也就是说融资性税 我回租里边 就没有车辆购税的事 而融资租赁则是什么 我A公司 按照你B公司的要求 我来呢 买了一批车辆 或者买了一批设备 我买进来 比如说花了100个亿 融资租赁的金额 比如说都比较大 好了 那我假设是车 我要交车辆购置税的 我车辆购置税 我再租给你 那这时候我有租金收入 我有租金收入 我就应该交增税计算销箱 那么我买这东西的金项 是有允许底 但是我为了租给你 我还要贷款 我买这批设备 我要贷款的 我买车要贷款的 那么我支付贷款利息 在这种情况下 我允许你贷款 不允许底金项 那么车辆购置税 是政府是税务局的 完税平常也抵不了金项 所以我允许你差额计税 这叫做其他种租赁服务 允许差掉两息一税 这是融资租赁 你看又是什么 贷款服务的利息 不允许底金项 那么咱们的车辆购置税 它是没有扣税凭证 底不了金项 所以我允许你差额计税 这是咱们的第三个 你要从差额计税的原因角度 来分析 为什么这些业务 是允许差额计税的 下边第四个 客运厂站服务 客运厂站服务呢 是试点中的一般纳稳 提供的客运厂站服务 以其取得的全部价款价值费用 扣除支付给 承运方运费后的余额为销售额 允许扣什么 扣除支付给 承运方运费后的余额为销售额 那么为什么要呢 扣除这个运费 他提供的是什么厂站服务 客运厂站服务 客运厂站服务 你支付的运费是旅客运费 旅客运费 在2019年的3月31日之前 是无法抵进项的 2019年4月1号之后 虽然允许抵进项 但是允许抵进项的旅客运费 仅限于与本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 已接受的劳务派遣人员的旅客运费 那么你的客运厂站服务的旅客运费 抵得了抵不了金项 抵不了金项 那你的税负增加怎么办 我呢让你做差额计税 你看差额计税它是有原因的 学税收要从原因角度去学习 您对税收的学习才会更加透彻 您不从原因角度学 您对税收的学习就不透彻 这大家要注意一点 下边第五个旅游服务 旅游服务呢 是试点纳税人提供旅游服务 可以选择以 你看他是可以选择 别人的是什么 直接就查了继续了 他是可以选择 以取得的全部价款价费用 扣除向旅游服务购买方 收取并支付给其他单位个人的住宿费 那按道理说大家说了 哎老师住宿费能抵金箱啊 没错 但在旅游服务中 你的一个大旅行事 比如说国旅啊 中青旅啊等等 他组团了 然后呢 他可能找民宿 找呢 那些这个小的旅馆 那他可能只能给你开普片 或者只能给你开3%的专片 你虽然能抵 但抵的金箱税额很少 或者呢 拿普片就抵不了 因此你可以选怎么办 插额继税 就可以选插额继税 你说哎老师我可以 我也可以选抵金箱 那没问题 这是你是有选择权的 可以选择插掉呢 住宿费 餐饮费 餐饮服务是不能抵金箱的 所以你可以插掉餐饮费 然后呢 交通费 那么这个交通费是旅客运费 旅客运费 这个旅游服务人员的旅客运费 他抵不了金箱 现在我允许你插额继税 那签证费 大使馆收你签证费 咱们呢 这个有没有说 哎能拿到征税专用 专用发票抵金箱 抵不掉 门票费 大家你看啊 餐饮费 交通费 签证费 门票费 那这都是根本就 拿不到金箱税额抵扣凭证 或者是不允许你抵金箱的 像餐饮费 对吧 那下边你看住宿费 或者支付其他旅游结团企业的旅游费 那么有可能你能达到转票 但有可能拿到的是小规模纳税的 3%的转票 你能抵金箱 但金箱税额呢 能抵的少 我让你插个继税的话 你比如说 你整个旅游服的收费是100万 然后呢 你插掉了 比如80万 那这时候剩的20万 除以1.06乘6来计算的你税额 就相当于你减掉了80万 除以1.06乘6 那么这说叫消费税额呢 抵减 但实际上 它和抵金箱税额的效果是一样的 对不对 这就是旅游服务 为什么让你差额及税的问题 第六个 劳务派遣 劳务派遣公司 它的做法是什么样的 我从这个农村 或者一些呢 劳动率比较富裕的地区 那么签订合同 劳动合同 把这员工给呢 弄到我这里来 下边我给他发工资 然后我把他派到某个机场啊 或者大的企业区 我收了劳派减费 我收了劳派减费 假设我收了1000万 但我可能要给这员工发 950万的工资 给他交社保等等 那么你给他发的工资 交的社保 这有没有迹象税额课底 没有迹象税额课底 那你的税收负担就会很重 所以咱们的规定 你看 无论一般纳税还是小规模纳税 你可以选择全额计税 你就直接按1000万来计税 那么1000万来计税的话 一般纳税税率6% 你可以全额开专票 小规模纳税 你可以全额计税 那么你的征收率是3% 照样你全额计税多 全额开专票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如果你觉得你税收负担重 你给工人付的工资 交的养老医疗社保多 你可以选差额计税 它不是必须差额 而是可以选差额 咱们差额 无论是一般纳税还是小规模纳税 扣除代用工单位 支付给劳务派遣员工的工资 福利为其办理社保及住房公金后的余额来计税 那么也就是1000万减950万 这是个假设含税的话 除以1.05 这是征收率5% 差额计税的话 征收率5% 那么再乘以5%来计税 这时候你要开发票的话 只能就那个差额后的金额 也就那50万来开专票 那么那950万扣除那部分 只能开普票 不能开专票 这是呢 老五派钱 他是可以选全额计税 可以选差额计税 他说老师没签过 选全额计税的 那从理论上是有这种选全额计税的可能性的 但是在2016年我们做不调研 选全额计税的不到1% 这是第六个劳务派钱 那第七个 自来计水费 自来计水费 它是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的纳税 要求必须是谁 必须是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的纳税 可能是物业公司 也可能是其他公司 但里边要有物业服务的资格 要有物业服务的经营范围 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的纳税 向服务接受方收取的自来计水费 比如说我收客户了100万的水费 都是含增税价格100万 那么以透出他对外支付的自来计水费后的余额 他对外付了98万的自来计水费 那么以这余额来做销售额计算纳税 那么除以1.03 因为呢 他减一计税的话是3% 那么除以1.03 乘以3%来计算呢 他应纳的增税 这是呢自来计水费 他的呢 税额的计算 这是第七个 第八一个是建筑服务 建筑服务 涉大学员 提供建筑服务是用减一计税方法的 在建筑服务中 你想要差额计税 必须是减一计税 一般计税方法 能不能差额计税 不能 那这是 采用减一计税方法的 你取得的全部加款价的费用 扣除支付的 分包款后的余额 允许用什么 用总包 减什么 减分包款 那这个分包款 包括什么 包括你支付给分包方的 全部加款价的费用 比如说 我让这分包方 帮我安装门窗 那我连材料款 在那工程款等等等等 我一共呢给他分包款 是3000万 那么我就减3000万 是支付给分包方的 全部加款价的费用 分后的余额做销售额 总包减分包后的余额 除以1.03 因为建筑服务 减计税的话是3%的 再乘3% 那这是呢 建筑服务的 这个查额计税 下边第九个 销售房地产项目 指的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销售 开发的房地产产品 那么此时 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 一般纳神 销售期开发的房产项目 采用一般计税方法 注意他用的什么计税方法 他用的是一般计税方法 那么 你取得的全部加款和价位费用 后途受让土地时 向谁 向政府部门 支付的土地加款 或者余额为销售额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 第一 对房地产项目来讲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项目 那么你只有采用 一般计税方法 才允许你插额计税 这一个 第二个 允许插掉什么 比如说 你这个房地产发企业 你是从其他企业呢 取得的土地使用权 允不允许你插额计税 不允许 那么你只能是 从其他企业拿到土地使用权 对方给你开专片 你去抵金箱 那么第二个 你从政府手中 你拿到了这种呢 这个土地使用权 你支付给政府部门的土地价款 允许你插额计税 这是销售房地产项目 允许插掉支付给政府部门的土地价款 后的余额来插额计税 那下边 对于插额计税的项目 那么咱们呢 做一下总结 可以插掉哪些 这里边 我们结合上一章的模块 讲发票管理 那么强调一句话 插额纳税 不等于插额开票 插额纳税 不等于插额开票 这句话的意思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你插额计税的情况下 有可能全额开转片 有可能 那么插额开转片 也有可能不能开转片 我们来看一看 对于金融商品转让 允许以卖出价插掉什么 插掉买入价后的余额 做技术销售额 整个金融商品转让 都不允许开转片 这是不允许开转片的 一个 第二个 经济代理服务 允许插掉 向委托方收取 并代为支付的政府性基金 或行政税性收费 那此时 是插掉的这部分 是不能开转片 那么也就是说 你剩下的那部分 是可以开转片的 所以这叫什么 这叫做 插额 计税 插额 开转片 它叫插额计税 插额 开转片 这叫做 经济代理服务 举个例子 我替人家做代理曝光 收人家100万 收的这100万里边 那支付的政府性基金 行政税性收费 假设有30万 那么我在自己税时 是用100万减30万 我是一般纳税 出1.06乘6% 交的增值税 那此时我开发票 只能就这个70万 也就是差后的金额 70万出1.06 它是一般纳税的话6% 那么乘以 出1.06乘以6% 来开那专片 那么那30万 只能开普票 不能开专片 这是呢 第二个 第三 融资租赁服务 允许插掉两息一税 借款利息 发行债券利息 车廉购置税 那此时 融资租赁服务 可以全额 开专片 好了 这里边 大家想没想过 我这里边只说一句话 一个项目 如果是差额寄税 可以全额开专片的话 那么 它就有 纳税筹划的空间 我再说一遍 一个项目 像融资租赁 那么 它如果是 差额寄税 全额开专片的话 就有 这个 什么呢 纳税筹划的空间 大家你可以想想 为什么很多大的企业集团 那么 越是用设备多的 像电厂 那么 都有融资租赁公司 像金融企业 像公银租赁等等 很多也都开了融资租赁公司 为什么 因为它有 税收筹划的空间呢 来 我们 举个小例子 这小例子 可能呢 这个大家 一直半截 没关系 你有这么一个意识 就OK了 比如说 我从外边买一个设备 花100个亿 那么拿到13个亿的 增值税呢 借下税额发票 我这是一个电厂 那 我下边 我为了买这个设备 我找银行借钱 我找银行借钱 付给 我找银行借了100个亿 假设我就借了100个亿 我付给银行的利息 我假设付了三年的利息 或者五年的利息 我付了15个亿的利息 那么 我这15个亿利息 我能抵金箱吗 不能抵吧 对不对 我抵不了金箱 我只能抵13个亿的金箱 现在咱们换种方式 什么方式 我整个集团 弄了一个融资租赁公司 我集团 我弄了一个融资租赁公司 然后 我呢 这个买这个设备 这是电厂 我这电厂不直接去买了 而是怎么着 而是这家 A融资租赁公司 从银行 借入100个亿的资金 支付了15个亿的利息 能不能抵金箱 不能抵金箱 那他说 还不能抵 别着急 然后紧接着 我去花了100个亿 买了设备了 进项税额有13个亿 那下边 我把它融资租赁 租给那电厂 租给电厂 我得要他多少钱呢 他说 老师你说要多少钱 那至少要 100个亿 加13个亿 再加15个亿 为什么呀 我不能赔钱呢 这是我最基本的本金呢 那好 我要多少钱 我要130个亿 你看 100个亿加13个亿 加15亿 我要130个亿 要130亿 这是还整个税的 我交多少整个税 我交130个亿 除以1.13 因为我是设备的种族赁 按13%交 我的肖像税额 130个亿 除以1.13 乘13% 这是我的肖像 那么我的肖像税额 是电厂的进项税额 所以我的肖像 是他的性向 这两个底掉了 那我整个集团 那我实际上是什么结果 大家你可以看一下 我融资租赁公司 我交多少增税 我要交增税 是130个亿 这是我的含蓄销售额 减15亿 因为利息虽然不能抵击下 但可以差额计税 允许减掉15亿的利息 除以1.13 乘13% 这是我的肖像税额 我的进项税额 是13个亿 好 您把这公式打开 看看什么结果 那么咱们把这公式打开的话 来 我再下边一个页 那么我再加一个页 你看 我把这公式打开 是不是130个亿 除以1.13 乘13% 减去 15个亿 除以1.13 乘13% 减去13个亿 那么 你会发现借款利息 没让你抵击一下税额 但允许差计税了 差掉的就是税额 不是按6%差掉的 而是按多少差掉的 按3%差掉的 占便宜了吗 来 回头大家自己算一算 占没占便宜 我说这么多 说太多了 就大家说觉得太难了 我这里边说这么多 做一个引发大家思考 我再重复一句话 我们刚刚所说的 一个增值税的规定是 差额纳税 但允许全额开转片的话 就有纳税筹划的空间 你看了吗 这个差额纳税 全额开转片 对不对 那这是第三 第四 融资性收获回租 允许差掉两期 哪两期 借款利息 发行债券利息 那这里边有没有说 他不允许开转片 没说过 但是呢 你融资性收获回租 是按照贷款服务 交增值税的 贷款服务的税率 是6%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 对于呢 你的客户 购入贷款服务 是不能抵性向的 所以 你开转片 是没用的 我说的话 什么意思 就是说 这个融资性收获回租 说没说过 不允许开转片 没说过 但是购买方 由于购尽的是 贷款服务 贷款服务的 金项税率 不能抵 你不能抵的话 转片就没用了 所以这里边 你就别想筹划了 因为下家 不能抵性向的 这是第四一个 第五一个 客运场战服务 允许差掉支费 承运方 运方的余额 来寄税 那这里边 没说 不能呢 全额开转片 在税法里边 有这么一句话 法无禁止 即可行 只要他们没说 不允许我开转片 那就说明 我可以怎么着 可以全额开转片 这是呢 第五一个 第六 旅游服务 允许差掉 将旅游服务购买方 收取 并支付给其他单位 个人的 住宿费 餐饮费 交通费 签证费 门票费 和支付给其他 旅游集团前的 旅游费后的余额 做技术销售额 那么这是呢 可以插掉的项目 那此时 这个怎么开转片 插掉那部分 不允许开转片 也就是什么 这叫做 插额纳税 插额 开转片 只对超过那部分 开转片 这是插额 开转片的情形 这是呢 咱们的第六个 第七 劳务派遣 劳务派遣允许插掉 那么 带用工单位 支付给 劳务派遣员工的工资 福利 和为其办理 社保及住房 攻击后的余额 来计税 那对于劳派遣来讲 插掉那部分 不能开转片 也就是说 它是插额计税 插额 开转片的情形 这是呢 咱们的第七个 第八个 自来市水费 它允许插掉 对外支付的 自来市水费后的余额 来计税 那么 它属于 插额计税 全额 开转片的情形 注意 它是什么 全额 开转片 而不是插额 开转片 这是 全额 开转片的情形 这是咱们的第八个 第九 建筑服务 是用简易 技术方法的 它只有在 简易技术 情况下 才允许插额 允许插掉 分包款 建筑服务 是 这个 插额 技术 全额 开转片 这里边 有没有筹划的空间 大家你可以想 好了 我一个大的公司 我拿到了一个 一个亿的项目 下边 我呢 找了五家 小辉门大神 给我做一个分包 那么每家分包 四百万 四百万乘以五 分包出去了 两千万 两千万 2022年的政策 是什么样的 2022年政策 2022年4月1号 到呢 12月31号 小规模纳存 是用3%征收率的 免增值税 它免了增值税 它不交 那下边 下一家 你可不可以 一个亿 总包款 减两千万 分包款后的余额 除以1.03 乘百分之三 来继税 可以的 这是完全可以的 所以大家 你可以看到 我实际上 只是按八千万 除以1.03 乘百分之三 交了增值税了 因为上加是免的 我这里边 还可以差额 但我的下加 可以 我给它开 一个亿 除以1.03 乘百分之三的 全额的增值 转化的空间 这叫什么 差额继税 全额开 端片的时候 就有纳税 筹化的空间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下边 房地产开发企业 销售开发的 房地产项目 采用一般计税方法的 那么采用什么 计税方法 一般计税方法 那么允许 这个 以全部 价款价费用 差掉 受让土地时 向政府部门 支付的土地 价款后的余额 为销售额 那么允许 差额 积水 但是 它是全额 开专片的 那大家 您可以试想 这么一种情形 我一个工业企业 来 那么这个问题 留着给大家 来做思考 第一个啊 我一个工业企业 我从政府手里边 花了100个亿 拿了一块地 然后呢 我拿这块地之后 我就建了一个 产业新城 你看 我建了一个产业新城 这个新城 我自己用 因为我是一个工业企业 我不是一个房产开发企业 那我问大家 你从政府手里边 拿的这个 100个亿的土地 你可以抵净项税额吗 你不可以抵 你可以差额计税吗 你也不可以 差额计税 所以你这100个亿 是抵不了净项 也差计税不了的 那好 我现在我是一个工业企业的集团 但我们下边专门有一个 有房地产资质的公司 我再说一遍 我是专门有一个 做房地产的公司 那好 下边 我做房地产的公司 这样 我从政府手里边拿地 100个亿 拿到地 我开发完之后 那么 我在卖给我的工业企业 什么结果 100个亿的土地 可以差额计税 但是我可以全额给下家拍专片 那么这里边增税中有没有好处 有好处 但你会说 哎老师 那增税虽然有好处 你还要交土增啊 你还要交这个气税啊 等等 没错 所以你要做一个综合平衡 要算一算 你的气税有多少 你的呢 土增有多少 哎你说土增 我基本上没什么增资额 那么 而且是合理合法的 没什么增资额 那这时候 什么结果 那么如果我的气税 我是一个母公司 那么对子公司去做增资 我气税有没有免的优惠 大家您都可以琢磨 税收中 可以考虑东西太多了 但我再说一遍 是 差额计税 全额开专片的时候 就可以有 纳税筹划的空间 这一次呢 我们做 差额计税的呢 一个总结 好了 差额计税 这个账怎么做呀 账 你看啊 差额计税 那么你付的 比如说借款利息 你借财务费用 那么比如说 你买东西的呢 这种成本 你借到主要成本里边 你由于差计税 少交增税 咱们借应交税费 应交税 消向税额低减 那么它是减少消向税额 这种情况 我如果是个一般纳税 采用一般计率方法 我用的是应交税费 应交税费 消向税额低减 如果我是个一般纳税 但我减易计税 一般纳税的减易计税 他应该用应交税费 减易计税 合算 所以呢 我借应交税费减易计税 应交税费是个负债来科目 它借房是税额减少 对不对 如果是个小规模纳税的 这个差计税 咱们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那么我带银行存款会应付账款 是差额继税的账务处理 咱们账这么做 申报表怎么填 大家还记得吗 申报表我们前面说过了 差额继税是要通过填 一般纳税的要有一个负列资料3 那这是允许你插掉的项目的金额 填在负列资料3里边来解决的问题 好了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问题 差额继税的呢 这个审核问题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